从国境之南到甲子园的坚持 带您来了解魏德胜导演的价值观 曾经以国片海角7号成名的魏德胜导演 从国境之南到卡诺甲子园的热血斗志 其中都传递着坚持不放弃希望的精神 日前在正修科技大学所举办的学生职能发展论坛中 邀请到魏岛来开讲 在屏东县山地门乡赛家国小原住民小朋友的美好歌声中 为活动揭开序幕 体验 人文的体验 美学的体验 这种教育可能要多一点 要不然的话不管你学什么 将来能不能学以致用都是一件事 而且90%是没有办法的 可是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 不管你学什么 你的美学 你的人文 那个东西是你一辈子跟在你身上的 不管你将来在哪个行业上 那都是可以产生很大的那个能量 因为学那种人文的养成是一辈子的 技术一点两年就可以学得很厉害 可是那个人文跟美学是要用一辈子去养成的 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电影你会明白 为什么我今天会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这部电影跟学生对你们来说 我会认为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是对你们的生活 对你们未来 在发展个人的一些意志跟人生观上面 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请你们去看电影 现在正在演 为德胜导演分享从国境之南到贾紫园的这些斗志 当天并引用卡诺电影中的名言 不要想着赢 要想着不能输 其勉上千名的正修科大师生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怀着梦想勇往向前 面对挫折更要努力拼搏 再造个人价值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